大家好,空间摄影与应用,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跟大家谈一谈,利用以前学生的一些作品 跟大家谈一谈,在整个摄影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都会有一些历史,你绝对不可能拍第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照片,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 怎么样开始呢?第一次我们希望同学 去翻一翻自己以前拍过的照片,然后去做一个历史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历史分享以后 可能同学对一个摄影有了一个基础的概念以后 我们便希望同学开始尝试做一些作品的拍摄 那我们第一个作品的拍摄是便当 那便当到底要拍什么?那里面菜色 到底应该要怎么放?对于空间配比怎么样? 我们这个都让同学自由去发挥 也就是说你去创作一个便当 去创作并且拍摄一个便当 那后续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同学拍摄到底有可能哪些是有问题的 有哪些是问题的一个成因 那以下呢,我们先开始来跟同学谈一谈历史的一个分享过程 那第一次作品呢,请同学选择历史的分享 那同学就会觉得 那我到底要去找什么样的作品 会符合老师需求 好像这个需求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希望说同学选的历史作品呢 是有背景回忆的 是具有背景回忆的 那什么样子的背景回忆呢? 同学必须要去回忆 并且去叙述当时拍摄的一个心情 跟你拍摄的一个内容 那并且呢 作品 我们希望这个彩度等等 是可以比较丰富一点点的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同学佼佼过来的作品 真的是五花八门 那什么内容都有 那当然同学你说 哎呀,我翻了半天 我历史作品都没有一个好的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你佼佼的内容 就请你就拿着相机出去拍 出去拍两张回来 我们来谈一谈 那当然你拍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你准备以下的一个情绪跟内涵 那除了故事上面需要以外呢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多多的去叙述 自我感觉拍摄的好 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啊,我好 你怎么知道 你好不好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请同学从几个角度去思考一下 第一个色彩的部分 色彩的部分 你可以选择色彩单一 或者是色彩丰富的 这个主题去拍摄 那但是不要忘记 一张照片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构图 就是构图 然后你的构图上面 是不是够完美 会不会有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视觉上面的一个不希望存在的东西进入你的画面里面 那最主要就是说你拿着相机你要拍摄的时候你必须要思考的是你的主题 主题要够清楚 主题要够清楚 所以主题的一个单一性 或者是清晰度就变得非常重要 然后再过来呢 你拍摄的时候 你真正要表达的那个主题 有没有对到焦 有没有对到我的焦点 你不要说结果我的主题是模糊的 那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 你可能会觉得 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不要揉揉眼睛 是不是我最近眼睛不好 好再过来呢 焦距焦点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到底要不要去决定说这个我因为景深的关系或者是光圈的关系 我的焦距是放在哪里的 那这个当然也跟同学拿到的这个相机的一个可调教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份照片我们就希望同学说 你不一定要去寻找真的有景深的这个相机去拍 那最主要我们希望说 同学焦跤这个历史作品 它是能被你说得出来的 那并且呢 请你说说拍摄的地点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试着用文字的叙述 或者是数值的叙述来告诉我 你使用的景深 你使用的快门 你使用的光圈等等这些基本的资讯 或者是相机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去跟同学分享 同学焦距的一些作品 那我们底下就是用一些历史的作品来跟同学 谈一谈这个内容 好那刚刚讲到我们焦跤的内容非常的多 那老师稍微做了一点点 同学焦跤作品的一个整理 那每一张作品下面都有 这个同学的姓名 那同学可以去做分享 当然这些大概都是你们的学长姐 好那第一个主题的部分是 我们会发现有蛮多同学会拍植物 那也很清晰的你可以看到说 大家都会有一个主题 那当然我们后续慢慢的会要求 但是我们会告诉同学说 当你有一个主题的时候 你尽可能就去思考一下 你想要表达的景深 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景深 那这两张照片呢 他们的特色就是主题非常的明确 主题都非常的明确 但是比较没有景深的一个表现 那但是你可以发现说 他们的后面背景 都有一些比较紊乱的情形发生 比如说左半边的这张铁树 你就会发现说 左后方的这个机车轮胎有没有 会影响到它 然后再过来呢 在一样是左左这一张 你可以发现后面有一些比较深色的绿叶 好那当你去做一个 当你去做一个光圈判定的时候 就会受这个因素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主题啊上面 虽然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形很美 但是呢 它的叶脉好像看不太出来 它的纹理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再过来呢 我们看右手边的这一张 右手边的这一张 我们都很清楚 它要表达的是那朵花 但是同样的 因为叶子的深 叶子的深 也让这朵花的纹理 比较表现不出来一点 好但是你可以看到 好 反而这个 呃 叶子 好 跟光线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 好 叶子跟光线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 诶 有被跳出来了 好 它有一个深浅之间的一个特性出现 好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呢 有另外一个特色 好 就是你可以发现说 它对于阴明面 好 在一整张照片里面 对于阴明面之间的一个处理关系 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 好 底下呢 我们一样是植物 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这两张照片也有共同的问题 就是对焦的这个焦点 缺乏明确的一个表现 那你可以发现说 这两张照片都是有花有树 然后但是照片上面感觉起来就是问乱的 好 那老师打红色圈圈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它的对焦点 好 那你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左手边的这一张 你不知道说 他怎么会去对在一个一张照片的左上角 而这个主题呢 就不是那么的明确 同样的 右手边的这一张也具有同样的情形 好 他虽然是对在整个照片的正中心 但是呢 主题好像太小了一点 好 所以一直在跟同学讲的就是说 你拍摄一张照片的过程中 主题一定要够明确 好 主题要够明确 好 再过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主题明确的植物了 好 这两张照片呢 都可以感受到 它是在拍叶子跟光线之间的一个 一明面变化的一个特色 好 那左手边的这张叶子呢 哎 他就是确确实实 我整个都很青 好 我都很绿 好 那但是呢 在斑驳的一个太阳光照射底下 它的右半边就是属于比较暗面的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纹理啊 好 出现的都非常的清晰 好 而右手边的这张照片呢 好 是从这个下面 好 底下比较黑的部分呢 往上面眺望 好 去看这个光线跟叶子之间的关系 那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好 你可以发现好 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哎 当你这样子去拍的时候 你很容易 好 你就会把光圈是 锁在有蛮多亮光的 好 的一个表现上面 好 所以你就会很快的只看到 绿色的叶子跟光线 然后你抓不到叶子的一个纹理关系 好 但是这张照片还不算失败 为什么好 因为如果呢 他拍的是 呃 比如说比较下半部的这些都是很呃 错看的一个设计模式 好 这也是一个方法 好 好 那再过来呢 这个 这张照片跟前面的比对关系就非常的大了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拍摄的人都在谈什么 都在谈线条分割 好 在一个框景里面 一个构图里面 一个画面里面 好 他利用一些简单的线条怎么样去做分割 好 好 那呃 大概分享一下 好 我们从同学的一个叙述之道 好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好 基本上呢 是在一个啊 清晨的状况 好 清晨的状况 而且还蛮早的 好 然后阳光正打算要起来 但是还不太有光线 好 所以这个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比较灰暗一些 好 会比较灰暗一些 那你可不可以不灰暗 可以好 你去做一点调教 好 去做一点光圈的一个调教 效果会不错 好 那左边的这张同学 可以看到拍摄的是一个夜景的部分 好 那这张照片算是一个非常 呃 不错的一个分割比例的一个关系 他让你看到这张照片 整个视觉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跳动 好 那呃 他再加了一点点呃 漂亮的小镜头 好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 哎 这个光线bling bling bling的感觉也出来了 好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跟同学分享过 那左手边的这张照片 在光光圈的运用上面 好 跟这个呃 整个环境 呃比例之间的关系 算是都掌握得非常好 好 好 再过来看这两张照片 就是儿童的拍摄 好 那儿童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动感的 好 呃 呃 不太容易拍 好 真的不太容易拍 好 然后呃 通常都是抓住瞬间的一个感觉 好 那这两张照片的味道非常的接近 好 唯一比较可惜的大概就是右半边的这张照片 好 它的焦距对在哪里 对在右上角的背景上面 好 就比较可惜一点 那左边的这张照片呢 好 对于这个呃 要掌握的一个尺度 好 抓得非常的好 好 抓得非常的好 好 他把呃呃 你要知道好 拍一张照片不一定说 诶 我现在拍得满 好 拍得满就会好 不一定哦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很快 他按下去快门的 那一瞬间 好 他那个真正最完美的线条 大概就是从右上到左下这一条 好 这一条 从从头远 好 到后半 后背部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流出一些空间来 然后呢 再加上 他对于光圈抓准的一个点 好 他对于光圈抓准的一个点 跟利用了一个长镜头的一个特性 好 所以他的后面就没有模糊了 他就造就了一个前景深的一个效果 好 好 那呃 就会产生一些啊 视觉的还不错的焦点 而且呢 可以很快的抓住 好 你想要抓住的那个主题 好 那不要忘记 拍小孩子最棒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动态的关系 好 动态的关系 好 那呃 这两张照片呢 其实非常的接近 好 如果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稍微调校一下 上下之间比例的这个关系 还有焦距点的话 这应该是一张还不错的照片 好 蛮可惜的 好 那个时候如果作者多噼里啪啦按 按几张 这个呃 多按几只块门的话 好 呃 应该会出现还不错的效果 好 好 再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也有同学脚胶都是属于建筑主体的一个部分 好 那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晚上 好 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晚上 好 那晚上的这一张好 很特别 好 就是说 哎 其实我们要拍夜景并不太容易 好 夜景不好拍 好 为什么夜景不好拍 因为你很时常要思考的是 我焦距到底对在哪里 好 所以这张照片 呃 对于夜景的这个 呃 在一个空间里面框架的一个光影的关系 处理的呃 色彩的关系 好 对焦的关系 还有比例跟刚刚前面我们谈到线条延伸的一个关系 好 都算是不错的 好 再加上呢 他利用了这个呃 这个好像自由女神神像 好 来做一个整个画面这个建筑体的点缀 好 也更成功了掌握这个视觉动态的一个要素 好 那我们看看右手边的这一张 好 这个环境呢 几乎是在我们生活中时常看得到可以捕捉得到的一个环境 那你可以发现说 哎 其实这个环境蛮乱的 好 蛮乱的 那遇到这样子的环境 哎 你大概不会想要去拍 好 那这张照片 我为什么特别推崇呢 你可以发现 因为他利用了这个光线 户外光线之间的一个变化 还有这个视觉 视觉的这个 这个错落面 你再发现说 这个天际面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高高低低的一个关系之下产生的这个韵律性 这就会变成不错的一个表现 所以无论是天际线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比较近的这边 不太漂亮的路面 但是阴明面 还有窗帘之间 阴明面的表现 都可以产生还不错的效果 好 以下我们来看一看 你可能会有机会去拍一个主题 比如说动物的近射 那动物基本上他也是跑动的 他也是比较跟小孩子一样不太容易掌握的一个作品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拍动物的时候要思考的是什么 我到底要不要拍整只的 我把相机拿起来 我要去整只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都很特别的 就是说他们异曲同工之外 就是说我不去拍全部 我不去拍全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这张照片 两个码头 两个码头跟这个他周边这个围栏框架的一个关系 去构成这个画面 去构成画面之间的一个线条的分割 造成一些不错的视觉关系 那这张照片又比较成功的一点是 他适度的去保留了一些小小的天空 保留一些小小的天空 那如果老师猜的没错 这张照片应该是蛮正中午的时候拍的 蛮正中午的时候拍 那因为正中午的时候拍 他基本上是比较没有阴影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的这个日照是正对上空的 他比较容易拍出一些像后面背景这种蛮扑的一个状态 那老师猜想这两匹马的所占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有屋檐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很快的 就算你是去拿一个一般的小DC 你都很快的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呈现一名面之间反差的一个关系了 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发现拍摄的主题非常的明确 这只小猫就是在睡觉 然后呢 拍摄的作者呢 可能用了一些基本的人工光 打了一点比较温暖的颜色 然后刚好配上小猫的颜色 刚好配上那毯子的颜色 就呈现某一种非常柔美的感觉 再加上这个睡觉的这个形体 第一很慵懒 第二有了一些线条的分割 那同学可以发现一个特性 就是他也在这个景框里面 去留下一些空白点 去留下一些空白点 去创造一些你去阅读的时候 画面的一些更延展的一个思考 这也是我们在谈这个一个构图计划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同学可以掌握的一个要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一样是拍动物 你就说老师 对没错 那左手边的这张呢 我们可以发现拍摄者 拍摄的时候其实用了一些心 他去做了一个构图 但是这个构图我们跟同学分享一下 他刚好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横切正切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像这个猫咪立在中间 然后又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 比例不是这么的好 虽然整个线条构图还不错 但是因为比例还有光线 还有你掌握度的一个关系 尺度的掌握 就会造成一个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右半边这边也是一只猫 这是一只猫 然后一样你是非常不经意之下拍下的 他的姿势呢 几乎是跟上一张照片非常的类似 那是怎么办呢 因为你比较远拍 所以你还在找猫头在哪里呀 好像少了一些动态的五官之间的一个关系性 那这个部分同学未来一样 你要拍他的时候 你可以多转几个角度拍一拍 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作品哦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谈这个历史作品 你怎么样去欣赏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再去重新翻阅一下自己的作品 看有没有机会再找出其他的 你觉得哎对啊 蛮符合老师刚刚上面要求的一些这些要点的 好那完成了上次的一个分享作品以后呢 同学可能有一些简单的摄影的基本的概念 好那第二次呢 我们来跟同学谈什么 好我们藉由这个上次的一些分享 也让同学大部分知道了说 我建筑摄影 我在相机拿起来的那一刻 我在摄影学里面 我到底要谈什么东西 什么是我掌握的 同学有一个已经有了一个很简单的基础认知 所以第二次呢 我们请同学开始去自己做创作 创作 请你去拍一个便当 那这个便当是无中生有的 对不对 这个便当呢 不是已经立在那里的环境 而是你要去创造的 而这个便当你要拍以前呢 你到底要创造什么 当然很简单 你还是必须要去思考一下 我到底要拍什么便当 我要一个纸盒的便当 还是一个玻璃盒的便当 还是一个什么样子足够的便当 那什么样子足够的便当 你就可以决定说 我到底会里面会有哪些的菜色 里面会有哪些的菜色 那这个菜色呢 就有了什么菜 就会有什么样子的色彩 所以下面就是色彩的掌握 那色彩的掌握内容非常多啦 譬如说所有菜颜色的掌握 然后所有菜呢 跟便当和合体的掌握 那还有呢 所有的菜跟你可能他送你一罐饮料 你要不要拍进去 那或者是说 你环境放在什么样子的纸上面 放在什么样子的桌子上面 来吃这个便当 再过来呢 这些周边的环境 跟主体之间 色彩到底怎么搭 会是我想要的 那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说 我便当拿来 我要拍的时候 我底下垫的是白纸 不要忘记 白色的东西 你如果焦距对照它的时候 你整个作品就全部过曝了 你整个作品就会很容易过曝 所以同学要去找对的背景 对的背景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那老师我就全部就把 景框里面就是这个便当就好了 或者是就是这些菜色就好了 没错 以下同学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作品类型 那当然也有人是这样子的思维 还有景框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框框里面拍的这张照片 它每一个附属配件的比例关系 还有再过来 你相机拿起来 你拍摄的角度 我到底要把便当正的拍 横的拍 还是45度拍 我到底把哪个角度会比较好看 那跟这个框框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 是什么 再过来 我到底要从上面拍 我要从下面拍 我要从侧面拍 或者从45度拍 这个有视眼高度的拍摄关系 再过来呢 我们谈的是景深 景深的关系 光圈焦距跟快门是我们在哪一台相机里面 最重要要掌握的部分 当然焦距要对准 焦距没对准的话 拍什么都是模糊的 总不希望你看到的作品是模糊的啦 好 所以景深的部分 你也要去思考 我到底呢 我相机拿起来 我要让我整个便当的内容都清楚 连桌子都清楚 还是说呢 我某一个菜色清楚 还是说呢 我们最重要的是便当里面非常有可能就有范例 有了范例 你范是白的 跟白纸一样 然后呢 菜是有颜色的 当你曝光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 我是不是要做一点调教啊 不然我按下快门的时候 我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我可能得到的结果是 菜很清楚 可是范是糊的 因为它白 所以就会很容易铺掉 不然呢 也有可能 我范例 粒例分明都很清楚了 可是呢 我菜糊掉了 所以这些等等 都是拍摄的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 你要去掌握的一个内容 所以还是重复的跟同学说 就是光圈的部分 去半格半格的去做一个调整 还有另外你可以调的就是EV值 有没有 这个也可以调 这两者去调教以外 快门的配合的部分 焦距位置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镜头等等 你要去做一些环状的一些添加 这个都OK 但是不要忘记 最重要基本要掌握的 当然就是框框里面 你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另外呢 你还可以去决策的是什么 我要不要光线 我要不要额外打光线 我要不要把它拿到太阳光底下 可能还配合阴影去做拍摄 还是呢 我要不要去拿个台灯 打一点点温暖的黄光 那这些都是在采光上面 冷暖度的一个控制 同学都可以去思考 好 那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同学的作品 好 第一个要跟同学分享的叫做 色彩不丰富的便当 如果呢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我们今天不告诉你说 你拍的是便当 我们真的很想让同学猜一猜 请问他拍的是什么 这当然我们都知道 在学校附近非常好吃的一个便当 但是呢 当你这样子去取决这个拍摄内容的时候 我不得不承认哦 这张照片其实拍的还不错哦 拍的还不错哦 那他的焦距其实也对的还不错 但是呢 说真的 这张照片他叫便当 我看不太出来 比较看不出来 因为他色彩真的不丰富 你告诉我说 老师 我开了一家店卖这样子的便当 可能好像不会有什么客户啦 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好吃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很好吃 好 所以他容易产生什么问题 色彩太过单调 然后当色彩过于单调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过曝 你说 哎 老师不会啊 如果我所有的东西都像这样子白白的话 白白的话 就可能比较不容易过曝 因为他的单一性 他的这个 比较单纯一点 他可能不像 白的黑的什么颜色都有的时候 我那么难掌控 好 好 那容易过步 当然也很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失焦或者是找不到焦点 找不到焦点 那这个都是比较要注意的一个部分 好 再过来看一看 色彩不丰富 这个便当看起来就真的真的不好吃 好 就真的不好吃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同学 当你要去拍便当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请你找色彩丰富的 呃 便当来拍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左手边的这一张 他就是过曝了 好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 好 是真的拍的还蛮清楚的 好 呃 而且他的焦距刚好是堆在内容物上面 也不错 好 但是 所谓的便当当然就是色香味俱全 让你看起来会垂涎三尺的 好 他叫便当 好 会想吃的 好 而不是解决你饱餐一顿的东西 OK 好 不是解决你肚子有东西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同学可以 啊 去寻找色彩比较丰富的便当 好 好 再过来非常可惜的 好 叫做失焦的作品 好 同学 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在揉眼睛 哎呀 我是不是自己 哎 最近眼力比较差 好 没错 好 像这种照片呢 拜托 千万不要交出来 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拍出失焦的作品 好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的相机不够好 第二个就是你的手不够好 好 手不稳 好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 呃 你的环境跟相机之间搭配的问题 好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 我们都知道 好 呃 你的便当绝对不是 是super大 好 你的便当有一定的尺寸 那同学想要拍便当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的接近他 好 然后按下快门 结果他就糊掉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台相机都有他基本的近射距离 好 每一台相机都有他基本的近射距离 当你过近的近射距离 当你过近的时候 你就很难捕捉到他清楚的焦距 好 好 当你过近的时候 好 超过他容许值的话 好 那你就会捕捉不到他的焦距 好 所以 好 你手上无论是你自己的相机 或者是别人的相机 好 未来我们一样会拍金色的作品 请你去了解一下你相机的极限在哪里 再过来施焦的原因可能是你按下这个快门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掌握的主题是什么 好 所以各位同学 其实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菜色还蛮好的 只是真的施焦的状况之下 这张照片你根本不想看它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施焦的作品 好 右手边的 右手边的这一张 色彩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但是真的要问同学 他焦距对在哪里 好像找不太到 那左手边的这一张也是施焦的作品 那左手边施焦的跟右手边施焦的状况 其实不太一样 左手边的这一张是因为他比较 他去处理到一个 他去对的时候 去对到他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饭盒 然后去造成他判定光线上面的一个失误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就 我是觉得应该是手震 好 那这个也是可惜施焦的作品 这两张照片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一个菜色 好想吃 对不对 那施焦在哪里 我们看一看 整个便当我找不到一个清楚点 那就是失焦 你不要告诉我说 老师 那个 所有的格子的菜色 都有一点清楚 又有点不清楚 所以我全部都掌握到了 这样是不行的 好再过来 背景处理不当的便当 只要是便当买过来 饭盒打开的时候 一定不会是很干净 好 那这两张照片 我们放在一起 一起的原因 是因为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拍摄的角度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留下污渍的角度 也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的背景的白 也几乎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两个便当 因为他的背景处理的不好 还有角度的一个 视觉延伸的关系 不是那么的好 太斜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看起来好不舒服 好想替他转转角度来看一看 我们都知道 当你去写一个角度的时候 东西就是有一个 被拉动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都知道 画透视图会有焦距 会有焦距的一个延伸 那这个角度到底好不好 一年级三视图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画过 那三视图怎么样画 才会比较好 通常来讲 我们不会去抓一些 太规矩的角度 然后再加上 他们又是直接从斜上方拍下来 所以这个看起来 他的这个变形 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这也是同学要注意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背景 同样的位置 有没有 都留下一些东西 那你可以试图的去擦干净它 或者是 试图的 去选择适当的角落 去摆放它 然后再过来一样 右手边这一张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 同学很用心 想要去营造一个好的背景 但是因为跟便当比例的一个关系 你会发现它的底 就是让你觉得好花 强调了一个便当的一个色彩需求 强调了它的色彩需求 那左半边的这个 左半边的这个 你就发现说一样 它就是一个 餐盒上面的一个物质 那这个背景处理上面 跟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恰当的时候 让你就觉得这张照片 看起来不想吃 OK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我说 老师 到底有没有几张想吃的便当 慢慢看 后面会有一些想吃的便当 好不好 大家有期待 再过来焦距对错位置 这两个便当都一举同工之妙 一般来讲 我们在拍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位置 应该是在一个 抓着一个比较正中间 或者是你煮菜的一个位置 那这两张的焦点 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 好 前面的这块肉 它的焦点 对在这里 好 这个对在哪里 茄子 有没有 它特别的清楚 好像都不是我们的主题 所以当它去对这个茄子的时候 你看它的饭跟肉 就不好吃了 对不对 好 再过来看一看 光线的掌握非常的重要 你因为你环境的关系 可能会造成光线不足 而让你对焦不准 或者是光线过多 就会造成整个主体过曝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两张照片 左边的这个是怎样 光线不足 对焦不准 那看到 那个整个 它的主菜 就是一副 就是烧焦的样子 那甚至我就问同学说 右上角那是什么菜 可能没人看得出来 那右下角这是什么菜 大概因为它形体的关系 还看得出来是半颗蛋 那右手边的这个 你就会发现说 我明明知道它是饭 可是我只看到白色的东西 就是糊的 好 一样 这两张照片都是 还可以再做一点调教的照片 就是说 比较扑一点 那为什么会扑 刚刚前面有讲到 就是色彩比较单一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你去判定的时候 它会判定到你周边环境的一个比较白的 比较白的色彩 所以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主体过曝的一个现象 好 再过来呢 你拍摄一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讲到构图的比例尺度 它的关系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到这两张照片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你可以发现 它的尺度比例之间 比较乱一点 比较乱一点 然后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个杂物 那在这个比例取决上面 跟变形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会造成好像不太对的一个状况 或许你会去试图的移动 去让这个便当去转一些不同的角度 那可以让它这个红色的一个框格之间 去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视觉延伸的一个效果会比较好 左左边的这一张很清楚 我就是不能格 分两格 然后从正中间对切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照片 我们希望拜托同学以后不要拍出这种二分法的照片 它一点都没有美感 一点都没有美感 好 再过来 一样尺度比例的关系 有没有 左边是乱 右边很整齐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放在哪里拍 因为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这个透空板 动动板实在是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再加上它便当的这个转的一个角度 它是从右上角拍下去的 又觉得好像不应该长这样 有没有 这个就是你在拍一张照片 本来是一个还不错的这个便当 结果被你拍出来变这个样子 就有点难过 然后底下就来给同学看一看 你看袖色可餐的鸟看便当 什么是鸟看便当 就是从上面拍下去的 然后你可以发现说 它对于景框中间环境的一个安排 主体的安排 它不是抓在正中间 你会发现说它偏一点 然后让这个照片你去看的时候 是具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期待价值的 具有不一样的期待价值的 好 那还有没有可以修得更好 当然可以 你看到左手边的右上角 有没有 左手边这张图的右上角 太欧 有没有 所以你的这个视觉应该才往下拉一点点 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很棒的是 它把这个为了把这个主体跳出来 然后呢 这个很容易的是 这个盘子很容易过曝 因为它非常的接近菜色 但是呢 它的这个底下的这个背景 桌面称的是暗色的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跳出来 你比较容易感受到这种秀色可餐的感觉 那可以修正的一点点小缺点是 这个汤匙应该再往左上角 那个汤匙少 就是前面握的那个饼 应该再往左上角移动一点点 这张照片就非常的完美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试图的说 我把长盘横摆的时候 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把这些配件筷子 汤碗等等 在做一样不一样的调动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好效果 然后再过来 你说那老师 那我们都要拍那种大餐才可以 没有哦 学校的便当 学校附近买的便当 一样还可以拍出蛮不错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基本上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的 会具有不同的一个 层次上面的一个差异 好 好再过来 好这两张秀色可餐的便当 好 你可以发现一个特色是什么 同学会用一些 呃 点紧配紧的方式 或者是角度转移的方式 好 去让你视觉去做不一样的一个延伸 好 好 秀色可餐的不同角度的一个拍摄 好 那你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这一张 好 左手边的这一张 哎 你就会发现说 哦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吃啦 好 看起来还不错吃 那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它的底 好 它去设计了它的底 好 用两种颜色 好 非常跳的把它的这盘菜给跳出来了 好 把这盘菜跳出来 那右手边的这个 呃 不锈钢盒的一个便当 好 基本上因为它摆的角度的关系 好 让你的视觉是有延伸的 好 它也是不错的作品 好 所以呢 以上 好 以上跟同学谈了这个第一次同学便当事拍的作品 好 当然 嗯 呃 我们这样子看的过程中 你可以说 啊 我要去批评很简单 好 这个时候呢 也请你拿起相机来拍拍看 好 你去捕捉一个便当的时候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 好 所以再跟同学复习一下 好 便当啊 除了基本菜色你要去顾虑以外 你要去看你盛装的盒 好 它到底是什么颜色 它会不会让你过曝 它会不会让你过暗 好 然后主题是什么 你想要 最主要要拍的那个便当 主题是什么 好 好 内容上面怎么配色 不要忘记便当里面有白饭 好 可以的话 请把白饭拍到粒粒分明 好 请把每一个菜都让让人家看得出来那是什么菜 好 还有再过来就是环境配色的东西 好 环境配色 你白的加白的 好 你很容易拍失败 好 好 那白的加黑的是不是就一定好 好 不一定 那当然在景框的关系上面也非常的重要 好 每一个东西之间的比例还有拍摄的角度 视野的高度 再过来景深的问题 基本的调教 好 你可以试着用不同的这个冷暖度的这个光线来辅助你拍摄一个好便当的一个要觉 好 那比较可惜的是好像从这次同学的作品里面看不到那种嗯把他拿到户外去好 可能在呃某一些太阳角度的一个作用之下产生一些阴影不同的一个呃变化特色的一个作品好 那未来同学的作品当然也是可期的好好 好 那呃这个单元呢啊 同学的第一次历史分享跟便当的拍摄我们就跟同学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